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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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完了,麦也早就走了 他走了?怎么可能 他明明说会等我的 我还没吃呢 要我陪你吃吗? 不用了 我看我还是先打电话给他 不不不,他不方便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喂,你不能这样讲话的 就算你们在谈恋爱 也必须给对方空间的 你不能把我儿子盯得那么紧的 我明白了 那我不打电话给他,也不骚扰他 可以了吧 喂,你想干什么? 余楠 你怎么会跟麦在一起?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在一起? 我是刚刚才知道的 而且麦已经跟我坦白了 他向你坦白什么? 他说他以前交往过的女朋友 包括你在内 都没有让他有那种心动的感觉 只有余楠例外 所以他觉得余楠才是他的真爱 不可能的 他刚刚还打电话给我 叫我过来吃饭的 你还不懂 他就是要让你亲眼目睹这一切 让你死心 让你知难难退 都救你不要上来了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太过分了 我曾经把那枚让我伤心的求恩戒指 送了给余楠 难怪一开始余楠怪怪的 原来是你让他会错意 你还记得你喝醉酒在我家过夜的那个早上 你爸是怎么杀上人的吗? 学习鼓声 怎样啊?找到Lisa吗? 电话打通了 可是没人接 你刚才不是发的简讯给他吗? 他怎么说 我说你也一起吃饭 我们会等他 可是他一直都没回复 現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真是急死人 你怎么会这样啊? 都是我老爸闯的货 没事叫俺们来吃饭 搞到现在乱七八糟的 会不会是 我和Simon绝交了 我们两家人又交了 会不会是连Lisa都不想见我 别烦了 先吃一点吧 老婆 什么事 其实我有一件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菲菲已经告诉你 那个女人 你拿掉孩子是吧 我不是来跟你谈这件事 为什么不谈 你怎么可以接她进门 我哪有这个想法 你不要冤枉我 别碰我 老婆 你冷静点好不好 我找你是因为 我们的宝贝女儿提醒我 说希望给西爷留一点余地 不要逼他们太紧 她还提议 不如给他们一张三年的猪烟 你当初口口声声说 要拿下他们的店铺 来矿充你的生意 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有同情心 我的确有这个想法 想把你们逼走 但是女儿一直在求我 希望西爷不要走入利子 你也知道她和云南从小就感情很好 你不要再拿女儿来当挡箭牌了 你这么做是想要补偿给菲菲 因为她当了你的跑腿 好让你和那个女人见面 没有这回事 你别再狡辩了 你是不是和那女人见面的 我真的没有 不想相信你的话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会亲自找她 给她一笔钱 等她把孩子生下来以后交给我 从此你们别再见面 你这样子做只不过是把事情闹大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你再坚持维护那女人 我们就到律师楼见 老婆 我不想再夹到手了 就算你夹到头这次 我也不会再救你了 爹地 回来了 怎么了 爹地 怎么了 不要哭 不要哭 告诉爹地谁欺负你了 谁欺负你了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两个要背叛我 他们是谁 是谁啊 麦克与南 他们两个在搞地下情 他会抓住他老爸 隐瞒我 爹地 我真的是一个大白痴 我还傻到处理放过他没讲人 结果他竟然这样子对我 我 你们母女两亲女是干嘛 一个说要离婚 一个对好朋友欧气 没有欧气 是我亲眼看到他跟麦在餐厅里有说有笑的 他们两个很欺贴的 欺贴的好像他们两个才是天生一对 我现在终于明白妈咪为什么会这么生气了 他不是更年轻 他是被他最好的朋友欺骗 出卖 这种感觉真的很痛心 你确定杨兰跟那个交往在谈恋爱 别人说的我都可以不相信 可是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而且他的老爸 他老爸已经证实 他们两个已经偷偷交往有一段时间了 离其我 他更喜欢云的那个儿媳妇 乖 不要哭 不要难过 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爹地在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那个家我靠不住的 还有他那个古怪的老爸 根本就不是善累 谢不是更好吧 能够看清楚他们的这面目 要不然 以后想让你更重 记住 谢是你抛弃他 不是他跟你分手 将来他怎么样求你 也不要心软 我就不相信我的宝贝女儿 将来找不到一个疼他的白马王子 你不要再来 啊 老爸 回来了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啊 吃完晚餐 应该陪云南去看看夜景吧 老爸 今晚是怎么回事啊 你刚刚不是说你约了监制 去喝酒的 还喝不够啊 回到家里还继续喝啊 先谈你的 你跟云南共进晚餐开心吗 他有没有跟你提到 那间餐厅的酱料好不好 有什么特别 那么口感有什么不一样啊 老爸 我又不是厨师 云南怎么可能跟我说这些嘛 你可以问他 找机会跟他聊聊 这样才能促进你们彼此之间的互动跟交流啊 老爸 我越想就越不对劲 今晚本来是丽莎答应我们说一起吃饭的 但从头到尾她都没出现 我打电话给她 她都没接 像她这种大小姐 就是这样希望耍脾气 耍小心眼 她就希望你去哄她 这种女人要不得 她会拖垮你的前途的 我已经联络不上丽莎了 心里够烦了 你还说这些风凉话 我再提醒你 如果你娶她做老婆 那你这辈子就注定做老婆奴 人家云南不一样 她不会扭扭捏捏 她懂得智力会照顾自己多好 不跟你扯了 总之呢 我要想办法联络莎 莎 莎 你为什么没有来吃饭 是因为云南在场 你不想见到她吗 再见了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我新书的最后一章 终于写完了 没想到 是带着这种心情完成 一直以来 我都很自豪 自己是一个 敢爱敢恨的女人 没想到这样的横冲直撞 换来的却是伤痕累累 我要去疗伤了 期待我们再相见的日子 我会变得更坚强 丽莎为什么把她离开呢 她要去哪里啊 为什么她不回我电话呢 我会做错什么呢 爹地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啊 你不是和你姐姐的感情很好吗 你有关心过她吗 你知不知道她和麦之间出现了第三者 你说什么 他们两个感情不是一直很好吗 什么第三者 谁啊 你这个傻小子 整天想着那个于南 没想到那个男人婆那么卑鄙 连你姐的男朋友也要抢 不会吧 爹地 这肯定是一场误会 误会 昨天晚上 你姐回来找我 像我哭哭啼啼的 她说亲眼看见麦跟云南在一起 还摆了你姐一道 我安慰了她很久 她说要回公寓疗伤 今天一早我去找她 公寓的管理人说 天没亮她就拿着行李箱走人了 那我打电话给她 不用啦 她已经关机了 我恨不得现在找人叫出那个麦 爹地啊 你就不要先生气了 姐和麦可能只是一场误会 很快就好了 我早就不喜欢这个家伙 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要不是蔡司 我早就要她好看 我真不明白 云南明明有了男朋友 为什么还要跟麦在一起 你真的是个美老的家伙 云南那么有心机 她和麦当然是为了她老爸 那个美食节目就要决赛了 她当然希望蔡司帮她打高分 这种下三流的手段 亏得想得出来 我绝对不会放过伤害我女儿的人 爹地啊 那你想怎么样 你什么都不用管 快去想办法 把你姐姐给找回来 你还乱在这儿干嘛 还不快去想办法 我知道了 初三 你找我有事吗 坦白告诉你 在很早的时候 我就想把西洋餐厅占为己有 他们的租业马上就要到期了 我是他们的业主 不管胜负 他们迟早都得离开 如果西洋餐厅真的输了 他们从此就要消失 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明白 蔡先生者从初赛到现在 一路过关斩将 凭着只不过侥幸而已 他们不是侥幸 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蔡司 这个节目已经进行了那么久 我不可能要求策判平时 我是担心蔡司 对西洋餐厅偏心给他们高分 如果我们餐厅打不到冠军 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总裁 我知道你要赢 我可以向你保证 接下来几天比赛 蔡司不可能再一手遮天 你怎么那么肯定 总裁 因为我已经重新调整过 评审团的人员 除了本地的评审 还有来自香港的厨生 以及日本的美食家 那又怎么样 这些外人会卖我们的照片 他们都是我们的人 其中一位 还对Charles Angel 现在的主厨恨之入骨 所以说 这才是我们自身的命运器 你忘记了我交代过什么 还在这玩手机 你姐找到了没有 爹地 姐已经出国了 她在网络上说 她的心情好多了 至于卖她也放下了 她要在国外完成她的小说 真的服了我这个女儿 从小到大 没有做过一份震荡的工作 每次为了情商就搞失踪 真是的 你帮我在网络上留言 如果她真的要出书 跟我联络 爹地 你这么了解姐 就不用担心她了 搞不好她这次回来 又带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我真的不明白 你们姐弟人的感情到底怎么了 要样貌有样貌 要资产有资产 就为什么不能够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我们姐弟俩追求的是一份真爱 真爱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钱才是真爱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要我的基因 整天为情所困 爹地 你一向致命风流 志豪和妈咪门当户对 可是到头来 你们的婚姻还不是有问题 你这个臭小子 还敢挖苦我 你呀 不顾你姐姐 也应该把心情放在生意上 你忘了 我们餐厅最重要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对了 我收到邮件 为什么接下来的比赛 要更换评审团 除了蔡氏 还多了两位空将军 这是不是你一手安排的 你看看那些评判的资料 没有一个会输给蔡氏 虽然蔡氏是本地 一个想当当的美食家 那我也可以寻求外援 那西洋餐厅不是没有机会了吗 你的隔膊就是往外弯 西洋餐厅赢人又怎么样 云南会嫁给你吗 西洋餐厅会感激你吗 你连自己信什么都忘记了 爹地啊 你干嘛这么恨西洋餐厅啊 而且你和云南的老爸 还不是同门书兄弟 云南的老爸死得早 当年他赢人我一道菜 我还没来得及报仇 他就心上病爆发归天了 你爹地我 从此在美食间 永远都是千年老二 甚至我们的餐厅一定要赢 我要西洋餐厅从此消失 查理 我告诉你们 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们要参加一个 人气餐厅大比拼现场节目 你们一定要保佑小南和高明俊 他们第一天参加 一定要齐开得胜 接下来就是过关斩架 奶奶你跟谁说话 我跟你爷爷和你老爸说话 我觉得他们一定要保佑你们的 奶奶你不要紧张 我们迟一点才去比赛啊 要不要跟我们去电视台啊 说不定可以看到很多明星啊 我不要去啊 我又不是追星竹 高明俊啊 你已经是个厨师了 那小南呢还是个新手 你啊要看着他照顾他 不要吵吵闹闹啊 听到没有 看着我照顾我 不要跟我吵吵闹闹啊 再爱找麻烦 是 遵命 Angel啊 你放心啦 我已经跟云南说过了 这一次的比赛呢 志在参加不再得奖 所以输赢已经不重要了 妈 我找到了 是不是这个 对啦 就是这个啦 这是什么 今天早上啊 我突然间想起 当年啊 我跟查理去日本 参加烹饪比赛的时候啊 我们的心情都很紧张啊 所以呢 我在东京就求了这个平安福 你们带着 一定会保佑你们得顺的 谢谢奶奶 这是奶奶的心意 你是主厨 你带着 可是这是你爷爷 留给你奶奶的纪念品 我们这样子拿走真的好吗 又不是送给你 比赛之后要还给奶奶的 不用还 带着 带着啊 让车里的精神陪着你 一直冲啊冲啊 冲到决赛 爷爷的灵魂在里面呢 一定要保佑我们呢 我祝你们马到功成 为什么这样对我爷爷 什么爷爷 快 就是奶奶送给爷爷的 因为这个平安福 爷爷才每次百战百胜 你们女生真的很迷信耶 哪有这么神奇的啦 我来保管好了 你不要把我弄丢就行了 我怎么把你弄丢啊 你每天像个背后铃一样 缠在我后面 怎么丢得了啊 是啊 好了哦 你奶奶说你今天不可以 吵吵闹闹的哦 东西搬了先 你搬 快要上电视了 你紧张吗 我不紧张 我一点都不紧张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 那你紧张什么啊 不是啦 不要像上次的比赛啊 拍出来的我好像很胖耶 哎呀余楠啊 这种电视台的camera 任谁拍谁都胖的 你看看我 你们到了 请过来这边 我跟你们讲解一下 前面的流程 好 就让我介绍一下 他们是你们今天的对手 阿波罗餐厅 他们是Charlie's Angel餐厅 你好 待会正式录影时 第二环节 将会有优胜者 先选择主要食材 然后再告诉你们 分别做哪两道菜 我们今天的主要食材是 鲜鱼和甘鳌鸡 你们可以先看看这些配料 待会你们抽中主要食材后 就可以自己过来拿配料 你拿手的是鸡还是鱼啊 哎呀 你看那些主要的材料跟配料就知道 一定一个是潮湿蒸鱼 另外一个是狭讲鸡 对啊 我看到虾酱 红蛆腐乳 都是虾酱鸡的主要配料 是咯 而且你看另外一个 有番茄啦 有酸菜啦 有酸梅啦 这一定是潮湿蒸鱼的 所以呢 你倒比较有把握啊 是我啊 我一定两样都OK的啊 真的啊 嗯 OK 我们又见面了 不过今天我不是参赛者 不过今天我不是参赛者 我不是参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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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你的一举一动 虾酱里的平安符啊 我们Challis Angel 一定会赢的 Challis Angel 老板娘 Challis 老板你来了 这是我订的蛋糕 是啊 你一打电话来 我就帮你准备好了 你们餐厅怎么跟咖啡店一样 都放电视上看人看嘛 也不是说用餐的时候要专心 因为今天电视台会现场直播 人气餐厅大比拼 我们的餐厅也是参赛队伍之一 真的吗 怪不得你们放电视啦 那我就留下来给你们捧场 替你们加油啦 大家谢谢你啦 这边请 谢谢先生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餐厅今天人手不够 所以只有甜品蛋糕 我们不只是来光顾了 是想来帮你们教育打击 真的啊 那谢谢你们了 那我们先点了两份蛋糕 一边吃一边看走不 好好啊 这边请 谢谢 开始 来来来来 欢迎大家收看最新的美食节目 人气餐厅大比拼 各家美食有的拼 那么今天的出赛呢 我们请来了Charlis Angel 对决Apollo 在我左手边是Charlis Angel的代表 而在右手边是Apollo餐厅的代表 让我们来欢迎这两支队伍 今晚的评审 我们请来了美其林的三星大厨 蔡氏先生 美食家陈芳女士 还有刚从日本回来的女出生 雅子小姐 我们欢迎她们出场 Apollo 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是两家餐厅的招牌才比试 Charles Angel所准备的是蟹肉沙拉 而阿波罗餐厅所准备的是秘制煎羊扒 相信大家都经常试过 这两道菜是他们餐厅的最高人气美食 今天的现场他们也即将公开制作秘诀 各位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千斩拿中的机会 好好偷吃一下啦 话不多说 限时十分钟比赛 开始 开始了 妈 你看 余奈一点都不缺场 不慌不忙着在调沙拉酱 高明俊乐在摆盘 都有大师的风范哦 是啊 蟹肉沙拉是高明俊的创业料理 再配上我们的独家鱼拿酱 一定是所向无敌 你看你看 鱼拿很伤劲 谢谢啊 时间到现在第一回合的两道招牌菜都已经做好了 招牌菜已经在评审的桌上让评审品尝了 观众朋友 是不是看到口水都流出来了呢 在第一回合的结果还未公布之前 我要介绍第二回合的比赛规则 双方将会有两道的主要食材 会由第一回合的赢家优先选择 当双方选好了食材的配料后 将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其实双方可以向对方取走一组的配料 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果即将要公布了 我们有请三位评审举牌 来决定第一回合得胜的餐厅 到底是Tollies Angel 还是阿波罗呢 你收着 对不起 高明俊 我不会原谅你的 好紧张啊 结果快要宣布了 第一回合的优胜者是 现在请评审取牌决定胜负 Tollies Angel Tollies Angel Tollies Angel 阿波罗餐厅 你没有搞错啊 这个女的是谁啊 你没见过呢 一定是不出名的 奇怪 为什么讲她做评审呢 没关系啊妈 她只是一票 还有两票 我们还是有机会反败为胜的 你们说对不对 对 对对 蔡司先生所举的是 我选择Tollies Angel 餐厅 他们这道螃蟹沙拉是他们的经典四方菜 而且他们用的是施兰卡的蟹肉 再加上他们的特制沙拉酱 就成了一道风味绝佳的前菜 我可以肯定的说 如果这道螃蟹沙拉拿去欧美比赛的话 也同样可以得奖的 哇 现在两位评审各自支持一间餐厅 最关键的那一票 就得看牙子小姐了 就像蔡司前辈所说 Tollies Angel的蟹肉沙拉是我吃过 最好吃的一道前菜 但毕竟它只是一道前菜 比起蜜汁煎羊扒 它就失色了 因为我吃了蟹肉沙拉之后 反而觉得更饿 所以蜜汁煎羊扒就觉得更好吃了 最后我选择 阿波罗餐厅 没有搞错啊 什么要烂提神啊 明明说蟹肉沙拉那么的好吃 怎么可能输给羊扒呢 对啊 还没关系了 这是第一轮的比赛 还有第二轮的比赛 还没开始呢 养子小姐 说得好 有时候比赛 还是得看运气的 是不是 Tollies Angel好吃的前菜 这样变成了阿波罗的开胃菜 这个节目实在是太有趣了 但是 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Tollies Angel能否反败为胜 还得看下一个回合 你偷我捡真本事 嗯 怎么办啊 接下来啊 我们更加没有把握了 刚才那个主持人介绍 是什么 要选食材 那我们Tollies Angel输了 就没有主动权了 哎呀 刚才我看到那些食材啊 是小糕原来从来没做过的 有些是小糕啊 他从台湾来的搞不好啊 他连吃都没吃过这些料理 鸡和鲍鱼 和那些配料看来 我猜应该是一道虾酱鸡 应该倒是超市蒸鲍鱼 这两道都是道地的南洋美食 如果没有在竹草店做过的 是做不出来的 对啊 不过我相信他们的临场反应 他们会发挥创意的 哎呀 第二轮的比赛快开始了 阿波罗餐厅暂时赢得了第一回合 他们先选的食材是虾酱鸡 他们选了虾酱鸡 我们只能做蒸鲍鱼 你有把握吗 都怪刚才选做菜了 以至于输了第一回合 不过没关系 我有信心 第二回合我们要赢 请问你们打算做什么鲍鱼料理啊 呃 我们打算做超市蒸鲍鱼 好 现在最后一个步骤呢 是双方可以向对方拿走一组配料 现在有落后的Charlis Angel 先开始吧 现在Charlis Angel拿走了圣菜 实在令人好奇 这样的选择会对虾酱鸡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只拿这个啊 他们一定会蒸死我们的 现在轮到阿波罗餐厅 拿走Charlis Angel的配料 看一看他们到底会拿走什么呢 哎呦 这一次糟糕了 阿波罗的厨师毫不客气的 就拿走了最重要的 高汤酸梅和酸菜 那Charlis Angel的超市蒸鲍鱼 该如何完成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 惨啊惨啊 没有高汤 没有酸梅 没有酸菜 这条鱼怎么煮得出来 哎呀高明俊啊 你这个人太老实了 你看对方多不得狠啊 如果是我 我就拿他的虾酱和红取了 哎呀你看 这这个死脑鸡 一点也不灵活的 这个节目也够整人的 没有了配料怎么做啊 阿波罗的厨师正在演虾酱鸡 另一名厨师正在打开油锅 要炸鸡啦 现在怎么办啊 要做什么长鱼啊 我刚刚才看到那边 有一碗糖 一碗茶叶 去拿来 好吧 Charlis Angel好像出了状况 不知道他们伤了什么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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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波罗的下降机已经炸好了 不但炸得金黄剔透 连我站在这里啊 都闻到了浓浓的虾酱味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不知道Charlis Andrew的鲜鱼进行得如何呢 怎么还缺一个味道啊 我知道了 我闻到了浓浓的茶香 请问这是什么料理啊 潮湿蒸鲜鱼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但我今天的配料都被拿走了 所以我做的是 茶菌鲜鱼 这不是南洋菜耶 是从哪里来的啊 这是我们Charlis Andrew 独创的料理 别以为是普通的烟鲜鱼 我们可是用了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是什么秘密武器啊 就是Charlis Andrew 独门配方 鱼南匠 鱼南匠 哇 好特别的名字啊 现在两道料理都已经完成了 节目马上就要进入品尝的阶段 请不要走开 广告过后 答案即可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紧张的时刻降临了 今天Charlis Angel和阿波罗的对决 就交给三位评审去决定 先从陈芳女士开始 那蔡芝先生呢 哇 恭喜Charlis Angel稳稳晋级了 不过能不能有压倒性的胜利 还是得看牙齿小姐支持谁呢 赢了 赢了 我赢了 为什么三位评审会一次投给Charlis Angel呢 现在我们有请总评审蔡芝先生 为我们分享吧 阿波罗餐厅的下降机非常道地 而且火候也拿捏得好 充分把虾酱的味道融入了鸡块里面 再加上他们别说新材的摆盘事迹 把一道道地的南洋美食 变成五星级料理 但是Charlis Angel今天可以说是绝地大反击 他们的潮湿蒸昌鱼最重要的配料被对手拿走了 眼看这道菜也做不成了 当时呢 我真的也为他们面了一把冷汗 可是两位厨师临危不乱 改成烟熏昌鱼 他们用简单的材料做出充满着茶香的料理 本来烟熏昌鱼 敏感无期 可是配上了他们特制的鱼囊酱之后呢 马上就产生了锦上添花的效果 变成一道非常畜色的创意料 两位厨师能够利用简单的配料 同时还能够珍惜食材的原味 这就是他们胜出的原因 蔡氏这个人啊 以前啊 我们的时候嫌他独食 有句好话的 现在啊 把我们厂里见Angel 说得那么好啊 Angel 云南是他的徒弟吗 不是这个原因啊 他是说良心话 小南和高明俊 他们的料理做的真的是很好啊 我没说错啊 他是云南的师父 师父挺徒弟 是应该的嘛 不过妈说的对 我们的是靠实力 赢得这场比赛的 如果说要判伤关系的话 蔡氏跟小南又何止试图关系呢 他跟我们餐厅母一个人啊 还有另外一份感情存在呢 我都说了啊 挑战者一定会赢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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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挑战者最忠实的支持者 否则也不会站在这里 看完这场比赛嘛 对 对 谢谢 谢谢 大满蛋了 等他们回来 我们开个亲公宴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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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五 五个六 五个六 你又输了 喂 你记得你今天晚上输了多少次吗 昨晚一次都没有赢过 喝了一度折酒 不玩了 你一盘都没有赢过 难道你不想翻盘吗 我要罚你 那你要罚我什么啊 如果你再输的话 至少你带我去美国 然后去拉斯维加斯注册 说明多明月 玩这么大 我是不可能跟你闪电结婚的 喂 难道你跟麦一样 那么怕父母吗 喂 不要拿我跟他比 你们两个真的在这里啊 你来找我干嘛 我到现在一直找不到Lisa 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究竟在哪里 我不是在电话里没跟你说过的吗 我姐姐出国了 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你没有发现到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呢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麦 你又失恋了 你有那样的老爸 我看你这辈子很难再找到长久的女朋友了 不过我倒觉得 你可以跟云南白头到老耶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姐从里脚踏两条船 和她最好的朋友劈腿 你还有脸来找她 你说什么 Lisa误会我跟云南在一起 什么误会啊 连你老爸都承认了 她亲头跟我姐说 你和云南的地下情已经很久了 准备 准备 我看啊 我是时候退休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 英雄处少年 糟糕 你占成名了 云南 你也可以继承CHARLIST ANGEL 了 ANGEL 我真的替你高兴 谢谢 许师傅 你跟了我们那么久 妈咪也说过了 就算餐厅不开了 也会给你一笔退休金的 幸亏这次有你的照顾 要不然这场比赛 我们那场天也赢不了 谢谢你 照顾 他照顾什么了 他一点主意都没有 时候在那边吃 那还不是我死去的老公查理 在天上有怜 给了小男跟高明俊灵感 所以呢 才会赢的 你说得对 只可惜我没有机会 跟你老公交流 这是我的遗憾 如果他们父子俩还在的话 我家小男 还需要帮你为师吗 废话 看来 我应该回家了 高明俊 云南 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师傅 我走了 拜拜 老婆 拜拜 我也是要问你 今天怎么会陪我跑步啊 你是我的女朋友啊 又是我的partner 我怎么可以让你独享菜式的秘诀 我也要学 你真的很开心耶 我爷爷秘诀都跟你分享了 现在我师父你也要强 开玩笑 这个学厨艺啊就像学武功一样 一定要融会贯通才能成为武林高手 侯晨 小猴子 你都活入魔了 学行雕手 我要跟大家说 总有一天我会成功的 等师父愿意收你为徒再说吧 对了 说到这个你师父人呢 他怎么还没来啊 你记得昨天晚上卖去找师父 师父的脸色不太好 他们父子俩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 不对 我也不知道 认真的啊 可能出事了 那我们赶快去看他啊 好啊 小猴子快点走啊 真的很奇怪 麦没开手机 师父又不接电话 管理员又说 没看到他们出门 就是这间 那门怎么办开着啊 进去看看吧 好 蔡大哥 师父 蔡大哥 师父 你醒醒啊 蔡大哥 不是这样吗 你醒醒来做秘方 用真心来做秘方 信念来做墙 用红山的晚餐 也抵不过你煮的热汤 用体量把爱高官 对笑让他成长 原来很多的事情 比想象简单 幸福如上谁不曾稀里糊涂 转错太多晚 我们沟通才是让彼此更相爱的土壤 我们都太习惯在别人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